事实上推动部落会议传统组织的转型走入体制内 最主要的原因除了是能够透过部落会议的重启 推动部落自治 再者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大型开发案 陆续进驻产生了冲击 部落也只能任凭宰割 因此部落青年阶层表示 部落会议的重启设置是势在必行 强化守护部落的最后一道防线 为全台阿美族最大聚落的台湾部落首度召开部落会议 虽然最后留会 但是却也加速了推动委员会 推动设立的步伐 部落会议推动委员会 就地先召开会前会 以立后续设置作业的进行 时间地点在 急在 人不在 因为很多人都这样 都出去 没办法开会当下 对 不算当下会议的部数 对 我们就不要去算总数了 所以我说 如果把部数叫民帝 它就空腹 空腹 我们就不要算在整个部数的里面 事实上 太阪朗部落推动设立部落会议多年 碍于主客观因素影响 进度牛不化 即便如此部落干部 对于部落会议设立相关法规章程也不陌生 心动力强的部落青年阶层因此建议先行审议提升作业效率 如果要再另外讨论 再找人的话 我觉得会拖大家的时间 以及这个部落章程的程序会拖很久 那我们是不是就在做的委员 我们就先束缚的讨论这个内容 让它能够完整 今天 你要比修订的 就在这里出稿 我的建议会是 就大家有时间的 想说爱祖已经来了 如果我们定那一天 要让行之有年的部落传统议会组织转型成 部落会议走入体制内 部落其老干部认为 除了部落头目及祭司之外 安美族的部落年龄阶层文化机制更不可或缺 卡巴朗部落重启设立部落会议的工作 最主要 除了是因应国土计划的推动 再者 近几年来 部落面临各式各样大型开发案 造成部落生产生态生活的改变与冲击 部落的承抗诉求却无着力点 最后只能任凭宰割 因此部落会议推动委员会召集人吴一珍表示 重启部落会议实在必行 那么经由这部落议的组织呢 重启业界 还有我们工部门对我们开放权益的重视 那么也能够完全的维护到我们的需求 跟我们宿主的一个维护原住民族基本法 里面讲的一个智商同意参与前来 由部落共推组成29人的部落会议 推动委员会涵盖产观学界 为了加速设立的脚步 除了就地召开会前会讨论 交还意见也达成一致共事 将在5月26号召开会议 进一步讨论部落会议设立章程草案 制定最具泰巴兰属性的部落会议 强化守护部落的防线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